實際上,我們剛剛的那一行就是在哪裡?我們剛剛的那一行就是這一行 對不對?然後 對這一行,然後比較的部分的話是把後面這一串拿來比較 所以這邊一個比較,然後只是多一個這個東西 小於1,對不對?或者多一個over,然後再一次 大於range 3,實際上我多一個這個東西 所以這兩個是比較的 如果這兩個邏輯產生的話,那就給它一個什麼?空字串 也就是把值丟給它一個空字串,反之的話就是給它正常的東西 然後and solve,所以這個邏輯結構呢,我想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 if,then,else,and if 反正你以後寫邏輯判斷就是這裡 有沒有?不是什麼結果,就反之嘛,反之就是else 這樣子的一個結構,判斷完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程式就寫完了 就不知不覺這個程式就寫完了 寫完之後的話,我們就把這個結果呢 再試試看,看看有沒有bug 再來的話,按F8 主行來執行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第一個,它的結果怎麼樣呢? 是應該這個裡面的結果 它是小於,應該是小於1 所以輸出沒有東西 再往下,就跳到這裡來 然後裡面又跳到這裡來 有沒有?那所以,只要是小於1的通通怎麼樣呢? 都不會被執行 只有怎麼樣呢?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它是 剛好是1,所以呢,直接輸出 再來2,3,4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就直接把它執行起來 你會發現通通通通通 欸,28 到28 就考完了 它就不會再考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我想各位去試試看 那最後呢,我就可以把這個萬年曆的這個聚集 這個副程式呢,可以怎麼樣?插入一個什麼呢?插入一個圖案 那一樣喔,我們在這邊增加一個這個原料矩形 那你就把這個地方上面呢 編輯文字 比如打上那個萬年曆三個字 OK 然後呢,就直接怎麼樣呢? 把這個地方按右鍵 指定聚集 那因為剛剛我們有萬年曆的這個副程式在這裡 然後我們就直接怎麼樣? 那當然你自己再增加一個清除 那你就可以試試看 按一個萬年曆按下去 它自動就跑出來了 那你想說,換一個日期看看 會不會是騙人的? 這有這麼厲害嗎?按一個萬年曆 有沒有 但是後面要有清除功能 要先把它清除